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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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整理房间断舍离 人有时候活得并不快乐 正是因为欲望太多 被世俗的诱惑所束缚 而断舍离正是克服欲望的一剂良药 这个概念是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 山下英子在自己书中提出的 他主张人们断绝不需要的东西 舍去多余的废物 脱离对物质的迷恋 断 不买不需要的东西 舍 处理掉堆放在家里没用的东西 离 舍去对物质的迷恋 整理物品的过程也调整了心境 从而拥有清爽怦然心动的人生 表面看断舍离是一种家居整理 收纳术从深层来看 是一种活在当下的人生整理观 感与舍弃是一种勇气 更是一种智慧 丢弃生活的那不重要的90% 剩下的10%会让我们收获更多 我们的生命更加开阔更加饱满 二 生活的常态是平静如水 但总有一些人能够制造出一些波澜 原因是他们总能够找到 今天和明天的不同 找机会为家人 为自己制造惊喜与仪式干 有人说 人这一辈子就是由各种各样的 不断的一些节点 一些仪式组成的 仪式的存在 是为了让我们记得这一辈子 让别人记得我们这一辈子 让我们记得别人那一辈子 我特别喜欢华雅丽的一句话 房子是租来的 但生活不是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即使使自己的租房也用力去改造 让自己生活更加舒适 仪式感就像生活中的节点一样 生日 情人节 新年 都是如此 如果你总能在平淡的日子里 找出每天的不同 那生活便总是丰富多彩的 仪式感并不一定需要花费很多钱 但一定要足够用心 情人节的早上 鸡蛋饼的西红柿酱 几成心形 他便能体会到你的别处心裁 生日的下午 你突然收到了一束太阳花 你便能明白这个人 还如刚才也启示那样的爱你 小长假的当天 你拎着买来的肉和菜 出现在家人面前 他们便能懂得你工作再忙 他们也依然是最重要的 前日给在乎的人惊喜 并不在于价格高低 礼物大小 重要的是让对方体会到你 对他的心意 五龙说过 一个人如果走投无路 心意窄 想寻短见 就放他去菜市场 肉在岸上 菜在篮里 鸡鸭鱼虾活蹦乱跳 瓜果香料 蒸彩豆腌 配上西洋的人群和 喧哗的蒋架声 热闹市井 活彩生香 烟火气浓得 让人不舍得看破红尘 德国第一位女长们 安格拉·默克尔 就很爱菜市场 2014年访华 到了成都 他百忙之中 还去了趟菜市场 买了袋 皮线豆瓣 向当地的大厨 拜师学艺 炒了一盘公保鸡丁 而2016年再次访华 在沈阳 默克尔一个人 意犹未尽地 吃了两份酸菜白肉 此外 一些明星也经常 光顾菜市场 比如红金宝 就经常被在菜市场拍到 无论什么身份 一去菜市场 感觉这个人的生活 就接地气了 更多一份亲近 文学界的知名吃货 汪曾琪先生 曾经这样写道 到了一个新地方 有人爱逛百货公司 有人爱逛书店 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 看看生鸡活鸭 鲜鱼水菜 碧绿的黄瓜 通红的辣椒 热闹闹 挨挨挨挨 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菜市场是生命之光 是最当地人的性情 和饮食习惯的地方 是一个城市的缩影 逛完菜市场 下一次厨房 为自己活在心爱的人 烹饪一道美食 就是再幸福不过的一件事情 享受做饭的每一分钟 留出一片安静的小天地 给自己 思考 创作 每一盘饭菜 都是一个小作品 小小的成就感 充斥了繁琐生活中的苦闷 用食材 勾画出真实的自己 和别样的性情 生活需要一种态度 用心去光菜市场 用心 烹饪一道美食 就是生活的 一种享受 网上流传着一段李嘉诚 和两个儿子吃饭的采访视频 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一样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 加菜盛汤 有说有笑 李嘉诚说 无论工作多忙 每个星期 我们一家人都会一起吃个饭 一般大爷是周一 因为比较容易腾出时间 以前99%的时间 我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现在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谈闻生意 三分之二的时间 依然叫他们做人的道理 李嘉诚的两个儿子都很优秀 他们对父亲也都非常尊重 在他们心中 也许最感谢的 恰恰是父亲百忙中的 温情陪伴 幸福很简单 以家人为座 吃饭身心放松 不为应酬 亦不禁为生存 而是一种让人心安的 踏踏实实的烟火人生 阴云着 有血有肉的生活气息 温柔地抚慰了 我们的倔强 疲惫 白天加班 疲惫不堪的人 回到家中 和家人一起 好好的吃一顿饭 便会治愈 白天在外受过的 打拼过的痛 作家林婉英说 一家人彼此相爱 最期待的那一点 不就是夜幕降临 昏黄的一盏灯光下 彼此坐下来 就着热腾腾的饭菜 吞咽近一天的辛苦奔波 和家人一起吃饭 虽然是小事 却非常重要 温暖的灯光 熟悉的碗筷 一家人围坐餐桌 其乐融融 这样美好而温存的画面 看似繁琐而寻常 却是世间最入心的仪式 真正成功的人 不是那些忙着应酬的人 而是能回家吃饭的人 五 真正的生活需要留白 每一个人的身后 好像都有一把鞭子 在驱赶着我们奔跑 在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在领导面前我们是下属 在孩子面前我们是家长 在父母面前我们是子女 在伴侣面前我们是爱人 我们唯一能忘掉的角色 就是自己 独处是成年人最好的奢侈品 是因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才能完全成为自己 我们在社会中 学会了迎合别人 伪装自己 独处会让我们卸下仿贝 做最真实的自己 在忙碌的工作中 在繁杂的家庭琐事里 喘口气 一个人独处一会儿 远离手机 电脑 电视 远离一些电子产品 远离一些学习和工作 只是静静地坐下来 可以泡一壶你爱的茶 坐在阳台上 抱着你心爱的猫咪 读着你爱的作家写的书 可以到陌生的街道上走一走 看一看半弯的月亮 喝一杯下午茶 听一首清音乐 再一株小花 等它置番夜貌 画一张小卡片 装点书桌前的白墙 写一张明信片 问候远方的朋友 做些无用的事 感受时光 慢慢流逝 真正的生活 需要留白 需要我们停下来 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花一些时间和精力 为心灵买单 生活本身没有意义 在于你每天 怎么去生活 这才是意义所在 不荒废人生的每一天 不像无头苍蝇一样 得过且过 你的生活方式 决定了你的生活品质 作为一个生活的有心人 善待自己 善待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 每天为你推送新文章 希望你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